各位好 我是Flybill 灰熊 今天我们来聊聊 怎么样改进自己的作品 尤其当你的作品画到一半的时候 或者说你已经觉得它好像是完成 但是又不知道 哪边是需要你再琢磨一下 所以你看到这两幅并列的话 左边是后来修改过的 右边是原来的 那你可以看到左边跟右边 基本上的差异 如果各位仔细看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右边好像是一个 站在水泥高地上 然后前面有一块石头 然后一个池塘或者是壶 那左边它就是一片壶 那左边的壶跟右边的这一种的感觉 左边是一大片 而右边是分隔为三个空间 尤其在左边我们再加了一些鱼 以及它的冷色的色彩 跟暖色有大部分的暖色混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阴影的部分也会有一些水波纹的覆盖 所以这就是显示的一个空间 我来把局部的这个水的部分放大来看看 你可以看到我们去除掉圆景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局部的水波纹跟水 以及它的明度整个改变了 也就是说我们把明度的对比降低了 使得右边的空间它成为一体的空间 因为空间间相近的明度也就接近了 还有色彩也会接近 可以看到右边的石头不再呈现 而是一个凹洞 它看起来会是像水底下的石头 而且透明 这个水的空间突然之间往后延伸 因此这样的一个交界的力量也就变大了 就不会看起来是三杰式的一个画 而是一个完整的湖泊 每一次我画完了也都会用手机把它拍起来 然后再做比较 比较自己的这一副跟上一副之间 我的所修改的部分 然后我做一个记录 也因此每一次的改进我都有一个依据